李赫翔是民主改革派啊 我真的他妈的觉得很好笑 中国呢 基本上呢 现在呢 在上层上面 已经很少有民主派了 好吧 基本上呢 在那个 习近平掌权就下来 中国基本上 已经很少有民主派 民主派大部分 能移民的就移民 能逃走就逃走 能卷钱逃走就已经逃走 对不对 还有民主派吗 基本上就没有 基本上他们现在的权力斗争呢 就是派系之间的斗争而已 其实跟民主一点关系都没有 他们根本就 完全不想民主改革开放 你不管换谁上来都一样 不管是习近平 或者是李克强 都是一样的啦 都是一般货色 所以呢 基本上有些人还在做什么 中国可以民主改革大谋 基本上那些很难的 对啊 中国以后呢 就会炒 北韩化前进 就是这样 因为资讯越来越不对等嘛 人民越来越没办法 接受到外面的资讯 就会炒北韩化前进 然后 就变成 就变成那种北韩市的那种 呃 北韩市那种独裁主义政权嘛 就是那样子而已嘛 对啊 所以呢 对中国怀抱着民主希望的人 基本上可能要快点醒啦 除非 除非他们 内部真的有力量 可以打破 呃 内部真的有力量 可以迫使高层 有软化的念头 或者是 高层 已经被那个民主人士渗透 然后他们要整个转变那个 共产党的体制形势 但基本上这很难啦 要不然北韩怎么没办法呢 呵呵呵 北韩还比中国小哦 对啊 他都没办法 他都没办法民主化啊 那如果中国呢 越来越朝集权 呃 集权 越来越朝像北韩那种集权方式前进 那基本上中国也不可能改变啊 对啊 就是这样子啊 被管得是死的 怎么可能改变呢 对啊 那 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从外部 去瓦解他 对啊 从外部去瓦解他 那这样子 也只能期待中国发动战争嘛 先发动一个小规模战争 人家才有理由去瓦解你啊 如果中国也只在那边 龟的跟孙子一样 那 别的国会没办法 进入你的国家嘛 用武力迫使你 呃 瓦解你的政权嘛 就没办法啊 就是这样子而已嘛 就是现在 民主人是最期盼的 就是中国发动小规模战争 要不然呢 就是渗透到 中国的那个 家族上 中国的上层统治结成里面去 民主人渗透到中国上层统治结成里面去 那除此之外呢 要由民间集合力量发动 政变或者改革 基本上是维乎其为啦 非常非常 非常 维乎其为的机会 基本上可以算说 不可能啊 基本上可以说是不可能 对吧 不可能有这种事情会发生 以中国现在来讲 好啦 就这样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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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